俗哥说电影 方法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日本的恐怖片 铁刀凶灵 影片一开场 小郑泰在月台上刚捡到一张车票 就发现背后出现了一个浑身黑不溜秋的女人 把这倒霉孩子当时就吓尿 小郑泰正撒牙子撩的时候 撞见了清纯妹和她的妹妹小萝莉 清纯妹说跑这么快赶她投胎呢 小郑泰说刚才有一黑寡妇跟我说 因为我捡到了这张车票 所以我得去江湖原来报到 清纯妹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回家酱酱好好睡一觉 小郑泰走了之后 清纯妹隔着窗户往外边一看 果然发现一个黑衣女人在月台上站着 小郑泰坐着车回家 哎呀这车厢里空荡荡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现象 果不其然 很快就从小喇叭里传出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说有人擅自闯入了行车路线 现在必须停车检查一遍 而与此同时 那个黑寡妇突然就 哎呀大姐 咱即便是鬼也得讲点个人卫生嘛 小郑泰一看大事不好就像仨子跑 那还能跑得了 随着车门突然一开 黑寡妇再次出现 然后小郑泰就很不情愿的领了好饭 转过天 清纯妹和小萝莉在布告栏上 就看到了小郑泰的寻寻启事 转场之后 倒霉蛋在车上捡到了一个手段 然后就送给了她对面的女朋友吃瓜妹 这吃瓜妹也是一天不债小便宜就活不下去 所以根本就没客气 晚上清纯妹和小萝莉闲聊天的时候 无意中从小萝莉的书包里 发现了那张曾被小郑泰捡到过的车票 这可把清纯妹吓一跳 司机小白脸正开车的时候 突然发现铁道上躺着一个女人 她停下车一看呢 却什么也没发现 她的领导背头书说 这个月啊 你已经是第四次紧急刹车了 那车上不仅有孕妇还有将军度啊 光他们的投诉我都扛不住啊 你啊 先调回内勤的失误招整处 有时间呢 去医院做个体检 看看你这种活见鬼啊 是不是因为脑子进了水 转过天 小萝莉把车票啊 送到了车站的失误招冷处 当她等车的时候啊 黑寡妇和小郑泰突然出现 然后这小萝莉就人间蒸发不见 清纯妹给妹妹打电话 收到了小萝莉的一条留言 说自己在车站呢 看到小郑泰 到了晚上 小郑泰的鬼魂回到了家 她妈咪一看呢 吓得是花枝乱颤 着急上火的清纯妹 急忙来到了小郑泰家 推门进去一看呢 发现这屋里啊 比鬼子扫荡还乱 当她正在阳台上瞎悬磨的时候 小郑泰突然就出现 清纯妹一看行事不对 急忙撒子车退 可就在这个时候 躲在厕所里的小郑泰的妈咪 突然冲了出来 说可坏了菜 这孩子已经不是我那个小郑泰了 转场之后 吃瓜妹一直联系不上男朋友倒霉袋了 这个时候她从男同学嘴里得知了 原来这个手链是倒霉袋在车上捡到的 而且她还发现呢 这手链怎么也去不掉 吃瓜妹刚来到站台呀 就看到倒霉袋 吃瓜妹说你这什么破手链 赶快给我去掉 我可不想要 可她的话音还没落地呀 已经被鬼附身的倒霉袋上去 就掐住了她脖子了 虽然这吃瓜妹长得不怎么样 可傻吃傻喝身体棒 她急忙憋出屁运足气 直接就把倒霉袋推了下去 倒霉袋临死前跟吃瓜妹说 你一定要小心扒虫子那个老娘们 眼瞅着自己的欣赏人领了盒饭 吃瓜妹疼得是肝肠寸断 清纯妹来到警察局 警察说小郑泰的妈咪已经精神错乱 完全无法回答任何问题 你妹妹失踪这事了 我们必须跟你妈咪联系一下 清纯妹说我妈正住院的 她要是知道这事 心脏病都得犯了 小白脸正在单位值班的时候 突然从监控里看到了小萝莉 可当她拿着手电筒出去查看的时候 却什么也没发现 第二天的一早 清纯妹接到了车站的电话 她来到车站 和一帮不信邪的领导 一起看了小萝莉出现在监控里的画面 清纯妹问我妹妹现在在什么地儿 车站领导说 我们里里外外找个遍的 可到最后什么也没发现 这个时候 清纯妹在监控里的广告栏上 看到了一个人影 说你们看看 有个女鬼一直在尾随着我妹妹 这小白脸为了重返工作岗位 于是便开始昧着良心忽悠清纯妹了 说脑子进来水才会活见鬼 什么鬼啊事的 全是封建迷信 可这哥们拍的马屁并没有得到回报 领导背头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经过老员工龙套哥的介绍 小白脸他知道 原来当年在挖隧道的时候 工人们好像挖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于是隧道便绕开那一块改了线 清纯妹在登记册上发现 小正太和小萝莉 还有其他几个人 都捡到过一个名叫 青州八重子的女人的车票 而小白脸无意中 在老员工龙套哥的柜子里 看到了关于青州八重子的资料 由于这手链去不掉 吃瓜妹是心烦意乱吃不下饭 当她正在站台上瞎球转的时候 黑寡妇突然就出现了 吃瓜妹在逃命的时候 跟清纯妹撞到了一块 两人一聊都提到了青州八重子那个女人 吃瓜妹说虽然倒霉的长得丑 还爱招毛豆腐 但她临死前还提醒我注意 说明她对我还是有情有义的 我必须得替倒霉的出这口恶气 你不是也要找你妹妹吗 要不然咱俩一块去 两人刚走到车站门口 青春妹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说她妈咪的病情有变 搞不好就有可能领和饭 青春妹说实在是很抱歉 本来要跟你并肩作战 可我现在必须得去医院 青春妹走了之后 吃瓜妹一个人壮着胆子走进了车站 这时间不大 黑寡妇八重子就出现了 青春妹来到医院 发现她妈咪在阳光店门口 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 于是急忙给吃瓜妹打电话 吃瓜妹说那娘们已经出现了 你赶快过来参战 可吃瓜妹的话还没说完呢 就被八重子拖到站台下 差一点就领了和饭 青春妹急忙来到车站值班室 发现小白脸正在研究八重子的资料 小白脸说我的同事龙套哥 是这儿的老员工了 她对这件事最门清了 咱俩去向她打电话 两人来到树招冷处 发现龙套哥的气氛已经正是杀了清了 当吃瓜妹醒来的时候 见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冷淡姐 冷淡姐说我儿子也是因为 捡到了不该捡的东西失踪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靠近那条线 不然准完蛋 小白脸和青春妹经过研究了解到 原来八重子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手链和车票 随后小白脸带着青春妹 冷淡姐拉着吃瓜妹 不约而同的前往出事的隧道 八重子一看这次会想以多欺少 那心情能好的 于是便利用超能力 首先让吃瓜妹跟着剃 转场之后 小白脸开着车 带着青春妹和冷淡姐 驶向了隧道的深处 冷淡姐说老弟你在这守着 我和青春妹去探探路 来到当年八重子出事的地点之后 八重子便利用超能力 让这二位瞬间就回到了过去 原来当年怀孕的八重子 在逛街的时候 无意中捡到了一手链 当他正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的时候 突然就被鬼从天墙上拽了下去 哎呀 要说八重子被跟头摔的可是真不轻啊 直接导致肚子里的孩子都提前降伤了 闪回结束青春妹才明白 原来这八重子也是个受害者 而就在这个时候 青春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隧道 她走进去拿着手电筒一照 当时就吓尿了 没错 这玩意儿就是让八重子变成厉鬼的 忒他妈坏的大妖怪 很快青春妹在尸骨堆里找到了小萝莉 可就在这个时候 八重子突然就出现 姐妹俩一看吓得是花枝乱颤 眼瞅着这二位就要叫翻票了 报仇心切的冷淡姐突然杀到了 两个老娘们是又挠脸又拽头回 最后两位一人一根棍全都断了气了 这个时候青春妹才发现了 原来冷淡姐正是当年 从八重子肚子里甩出来的倒霉孩子 姊妹俩一看冷淡姐这情况 估计也没什么希望 于是撅着定就往外窜了 半道上青春妹一脚踏空了 这戏份险些就杀了精了 幸亏这吃瓜妹的鬼魂及时出现 还没让她领盒饭 这妖怪一看这三位想跑那能干吗 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丧尸部队 打算来个一朝会 可这妖怪再有超能力 扛不住高科技 小白脸开着车 带着青春妹和小萝莉就杀了出去 影片的最后 小白脸放好炸药 直接就把隧道给引爆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家行吧 日本女鬼真讨厌 总让路人领盒饭 冤有头来占有主 滥杀无辜太混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